世界多魔幻邦子占一半 咱就说 自从影大统领当家之后 邦子的国际地位也是长了起来了 他这都敢把大毛家的驻韩大使拉过去熏花了 10月21日这天 俄罗斯驻韩大使吉诺维也夫被紧急的招到了韩国外交部 韩外交部第一次关金红 均摆着一张臭脸震惊为座 一上来就开始数落韩大使 朝鲜士兵参与了乌克兰战争 是违反联合国决议和联合国宪政的 对阿门及其他的国家的安全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斯密达 阿门以最强烈的措辞 谴责朝鲜非法的军事合作 包括排兵前往俄罗斯斯密达 阿门将与国际社会共同作出回应 一 所有的一切的手段 应对威胁我们核心安全利益的行为斯密达 额外交官听完都闷了 我尼玛老子跟80后合作还要跟你暴毙 你算哪个错误呀 还以所有的一切手段应对为机 你应对一个我看看 给你脸了是不是 当然作为大使 公开骂你啊 是不好看地 于是他强调呀 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合作并不违背韩国的安全利益 而且这种合作是在国际法的框架之内 咱们分析一下 俄大使的回答呢 其实挺有意思的 他既没承认 也没否认80后出兵 只说呀 这是在合理的法律框架之内 毕竟俄朝已经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条约 即便80后真出兵 你棒子也管不着呀 本来呢 大毛做出这个表态 可能是想捆一捆棒子 没想到呀 双方刚接触完 对面的80后呢 立马出来辟油了 说俺们根本就没有派兵 你男棒子不要血口喷人 但神奇的是 人主家呢 都说没派兵了 棒子们呢 依然不相信 就在双方会面结束后 银桑呢 立马接通了北约秘书章 马克绿特 咱们虽然不清楚 银桑到底跟老吕说了什么 但猜也能猜出来 银桑呢 肯定没听什么好话 老吕听完的估计也很纳闷 他80后都没说派兵了 你着什么急呀 真是皇帝不急 太监急 但为了安抚银桑 老吕呢 也是做足了姿态地 他表示 北约对朝鲜派兵原额深感忧虑 已经做出了与韩国积极合作的准备 老吕还邀请了韩国政府向北约派遣代表团 以更为深入的交换相关的情报 银桑呢 恨不得当天就派人过去 希望韩国能够尽快地融入北约的 战地信息收集和开发系统 末了还威胁说 你80后给派人去包大宝 我就敢往二毛那边呢 增派呢 军事和情报人员 咱就说呀 以往都是唯唯诺诺的银桑 咋就突然变得这么抢硬了你 他为啥不直接去找他的美帝帮忙里 这事呀 还要从头说起 几天前 半岛局势呢 急转直向 本来呢 因此呢 站着十九国的联军的护体 背后呢 还有美帝的撑腰 也没啥好担忧的 结果呢 咱家跟大毛为了稳定亚洲形势 隔三差五的便要在半岛周边海域 来一场实弹演习 这可把那十九国大聪明给吓坏了 他们之所以呢 跑过来驻军 一是碍于老美的面子 二是能耗点棒子的羊毛啊 但他们惊得跟猴一样 是绝对不会去当炮灰的 看到咱家跟大毛要动真格的 伊黛利这个二五载的首开先河 这个曾在二战出气 与德国日本并肩作战的国家 再次展现了其独到的眼光 又一次带头撤离 甚至还想拉走西日的盟友德国 法国和新西兰进随起后 泰国和南非也还不由一代撤了回去 剩下的国家也都纷纷的申请撤离 这让刚加入诸韩部队的日本措手不及啊 19个爹跑了6个 尹桑的天塌了一般了 本来呢 尹桑呢 还没个救命稻草美爹一样 只要美军在那 韩国永不败呀 没成想呢 尹桑呢 刚要去请美爹做主 遥远的西方却传来了一个呃后 川普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也对韩国说 你们必须付钱 我们现在在那里 他们每年会向我们支付100亿美元 他们会很高兴这样子 韩国是台专钱机器 饮丧一天 另一半的天也谈了 我你们本月初呢 刚跟灯子谈好了保护费 你川普又来狮子大开口 还让不让人活了 据悉本月4号 经过长达半年的拉锯战后 韩美双方呢 最终敲定了第12份 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 该协定有效期为 2026年至2030年 根据新的协定 2026年韩方承担的防卫费为 1.5192万亿韩元 较2025年增加了8.3% 双方还上定 后续到2030年 每年上条韩方分担和时 将参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 年增幅上限设为5% 你别看这次涨幅 只有不到10% 这也是银桑咬碎了牙打印的 但是再苦不能苦了自己 所以这个协定刚签完呢 转连银桑呢 就在棒子士兵的伙食上 找不起来 据韩媒报道 韩军呢 2025年的每餐人均伙食费 将连续第三年 维持在4333韩元 此外呢 驻军的士兵的临时的费用 从每人4000韩元 减少到了3000韩元 中秋节等3000韩元的餐费 也将从明年开始取消 与此同时 原本每年举行14次的 军地共生士兵特别餐 活动呢 也减少到了每年4次 棒子的士兵听完 只想开上F16叛逃被鞭儿的 因为他们的伙食 连监狱里的囚犯 都比不过人的 打仗 还打个球啊 按照银桑的这个逻辑啊 即使将来 正要付出100亿美元的保护费 那也不是不能答应的 再苦苦士兵就是了 但他也知道 连饭都吃不饱的士兵 是没什么战斗力的 所以银桑现在很纠结 他担心 额巢捆绑 也担心川普上台 他想给国家省点钱 为自己老婆多添几个宝宝 又怕保护费 交少了美爹撤军 这场派兵的分布 不仅揭示了 国际风云的变幻莫测 跟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自主国家 与现代殖民地之间的 天壤之别 而那些所谓的盟友 又能在关键的时刻 为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呢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